眾所周知,地雷可以說是魚手、榴彈一樣廉價的武器了 並且這種武器十分容易製作 就連抗日拾起我國的邊區邊工廠也能造出十分可靠的地雷來 在我國被日本侵佔的地區打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地雷戰 這使得日本軍隊既也不是退也不是,一出來掃蕩各種型 炮的地雷就向日本軍隊招呼過去 就算專業的工兵來了也是一頓炸,沒幾個人能幸免 這使得日軍官方其實十分震撼的 日軍從經常進行掃蕩道直接開始到處建造炮樓監控我國大地完全是因為地雷戰的功勞 地雷戰把日本人打得已經沒脾氣了 出門就是挨炸,想去殺幾個村民解,解氣一進村就吃地雷,一開門就挨鬼雷 以前是弱草界的中,國平民在日本兵演裡跟大爺似的 有時候日本軍隊在佔領區建了中國村莊都得繞道走 誰知道村子裡又有什麼新型地雷招待他們 為何說地雷令人不寒而栗呢?因為在行軍路上,你和你的友軍開開心心地聊天 突然一聲巨響前面,隊伍的排頭兵就被炸成碎片了 直接炸死那都算好的了 最慘的梅炸死,雙腿炸梅,還得分出人去照顧他,並且也沒辦法排雷 工兵明確告訴你這,條路在一個小時前已經排完地雷了 可誰能保證敵人不,趁著沒人的時候過去再買幾枚地雷 根本是無法預防的,這就是地雷的好用之處 並且我國在對越子,為反擊戰的時候 用各種手段在越南境內部署了幾十萬枚地雷 到今天越南人也沒法排乾淨 尷射